蔡英文議員 蘇院長 我想因為最近很多社會大眾 大家都很關注 有關於網紅 利用數位換人的技術 來製作名人色情的影片 然後來上網販售 那受害者多達一百人以上 現行法定的刑度 可能也只有判罰金而已 就沒事了 那對此 我想法務部蔡部長 今天早上有承諾說 一個月內就會提出修法的版本 那請問針對這些條文 有哪些條文來進行修法 跟委員說明一下 當然修法的方向有兩種 一種是定立專法 另外一個就現行法不足的地方 來加以修正 那定立專法所要匯的時間會比較長 那現行法來做修正 會比較快速一點 我們會盡快地來匯整各方的意見 來完成修法的工作 盡快地承報給行政院 那個 蔡部長 我認為齁 除了行法以外 要修外 還有這個兒童及少年齁 姓波穴王子條例 和兒童少年福利以權利保障法 也要一併的處理 你認為呢 我們可以考慮 不過因為主管機關也許不同 那我們會 來跟相關的部會 一起來討論 那依你的看法 刑責最低要從幾年起跳 刑責 呃 這個要看個案 我們想 還是要看現行 個案的一個判決的情形 那我們如果認為過低的話 我們會從低度型裡面來提高 那個蔡部長 因為本席認為說不能低於兒童及少年 這個姓波穴防治條例第36條的刑度 像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性行為的影片 處最低也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病科罰金一百萬以下 你的看法呢 呃 這個 是不是應該要比這個重 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齁 好 我希望說 應該盡數提出來 這很多社會大眾大家也都非常關心 那第二齁 我再請教 蘇院長 我想您知道東陽耀平總經理因為內線交易 被檢調搜索一次 那蘇院長你心裡面 會不會感覺很震驚 會不會 這個 利用這個交易等等應該依法就辦 那 那 還是你心理上早就認為東陽一定會出問題 你的看法呢 我對這個不認識也 也不知道這個情節 因為齁蘇院長 這些人利用內線交易賺取災難財 齁 那坑沙 股民 蘇院長你認為這些人是不是全民的公敵 因您的看法 這 犯罪 就應該依法就辦 那 蘇院長我再請教 因為櫃買中心齁 金管會櫃買中心證實 高端股票確實 從2020年11月以來 有交易異常的狀況 已經有五次移送檢調處理 那 本席啊 我是提醒蘇院長 還有那個法務部蔡部長 既然檢調辦了東陽 我想高端啊 不要把它忘掉 怎麼看法 任何犯罪 都不應該有 有讓他逍遙我好愛 都應該查辦 對 那個蘇院長 因為高端股價大幅度的波動 那 府院高層啊 以衛福部 利用各種的場合 放話助攻啊 民眾 我想都看在眼裡 齁 那蔡總統在國產疫苗解盲前 國產疫苗解盲前 就片面對外宣佈 7月底啊 這個 會有國產疫苗 雖然後來改口 但是已造成 高端股價的波動 齁 那到底是誰給蔡總統錯誤的訊息 齁 這個 在其中來賺取 不法的災難財 民眾啊 講實在話他們都很想知道 那蔡部長 本席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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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你說這個衛福部助攻 不曉得所指為何 如果有任何證據 我們都不互端 其實喔 蘇院長 講到這裡 因為很多民眾他們質疑 當初那個BNT要進來 其實那些都是 外面商業界他們來贊助政府 那時候疫情很嚴重 但是啊 衛福部長陳時中 他也是人緣人緣 包括蘇院長 你那時候也認為說 有可能嗎 但是事實上 你看 BNT一進來 每個禮拜都進來 很多年輕人都打到BNT 我們看在眼裡啊 對不對 真的是看在眼裡啊 這樣講不對 我們對於任何民間 願意來幫忙協同 都是肯定 感謝 但是喔 那個蘇院長 當初齁 你對媒體講的那些話 其實都歷歷在內 你有勒 你再去把它翻出來看 我從來沒有偏好 因為喔 這很專業 同時購買 也都是在國際上爭取 我從來沒有 偏好什麼疫苗 因為我對這方面不專業 我也沒有評論 我的態度 就是大家努力 來爭取 不會說對誰 能言能語 這個委員所講不是事實 你跟衛務部長那種想法態度 對媒體的講法 不會 其實 讓很多民眾感覺說 不會 我也不認識高端 我也不會配合任何人 讓民眾感覺就第一個 就是 府院 包括衛務部 一致的就是在副高端 所以說那時候 很多對媒體那些話 講實在話 你去把它過去的紀錄 你接受媒體訪問 你把它打來看一下 委員你誤會 我對於高端 我也不認識他 我也對他也不知道 如果委員你要講這個 你喔 我講一點 你絕對是不認識 這個我是可以肯定 但是齁 可能 高層受益 沒有沒有沒有 到誤會 不能這樣講 如果你有講這個 國產疫苗 反而 貴黨的講話 那些人曾經提案 國產的 要支持 要什麼預算 院長 他是國產的上市公司 上市上貴公司 並不是說 國光疫苗 不是政府做的 我們要把它分清楚 那今天就是因為股價的波動 齁 讓人民 真的是有這種感覺 齁 是你居高位 可能你不了解 那個我 我可以理解 資訊錯誤 那個部長你就請回去 我再請教那個 那個 外交部吳部長跟 這個蘇院長 因為齁 那個蘇院長 現在很多國家 都宣布完整接種 這個 任何的新冠疫苗 齁 入境 該國都可以 免隔離 齁 開始搶 報復性的 觀光旅 旅遊財 齁 像歐洲 保險證明 那本席認為 在重啟國際觀光客來台 短期旅遊 應該要比照 歐盟的規定 來提供 醫療保險證明 以減少我國醫療支出的負擔 部院長你有什麼看法 跟部長 委員這樣 你看 現在台灣我們的疫情 是最穩定 防疫做得最好的 反而現在境外移入的比較多 我們對於國境防守 是要很小心 那 至於 這個外國入境旅客 我們還是要嚴格 相關 專業的 這個指揮中心都有指引歸外 因為齁 那個 那個院長 這個 像那個王國財王部長 和陳時中部長 目前除了帛琉 跟我們有旅遊泡泡的合作外 齁 可以回國免隔離 未來有機會再和哪些國家進行 旅遊泡泡 我想國人也都很關心 齁 何時能夠回國免隔離 齁 那本席認為 邊境鬆綁 齁 這個要有明確數據的指標 齁 要明確向國人來做報告 齁 而不是藏在指揮中心的心裡面齁 齁 像 既然 新冠肺炎特效藥 要準備多少的人次 我想這些齁 都是 應該我們政府要 好好的超前去部署 去規劃 齁 不然的話 人家世界各國都開放 那當然我們打到 其實覆蓋力到一個程度 打疫苗覆蓋力一個程度 也應該要有所超前的部署 來規劃 你的看法咧 委員 如果跟世界各國比較 我們的防疫是做得最好的咧 現在我們是很怕 從境外移入來的 反而 你看 如果有什麼破口啊 都是我們最緊張的 反而國內是最安全的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歡迎國外理科來 可是 我們防疫還是很重要 要保護國內呢 那個 院長 我是說齁 你很多都要事前超前部署 我們一直超前部署 不是齁 這個 人家世界各國很多都開放了 然後到最後 我們還是在那裡 齁就是完全 齁 沒有一個未來數 齁 這個我想 這個站在 可是他開放齁 那些國家長老 成千上萬的確診數 萬一台灣如果這樣 那還得了 我瞭解 那個院長 我是說 很多事情 要事前提前 就是要去超前部署 齁 不要逢到到最後 齁 這個疫情都下去了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跟很多國外 齁就是密切的 像這個開放旅遊觀光等等 齁 我認為那個也是 要超前部署 齁 齁 那我再請問齁 這次高雄 城中城的火警意外 齁 沒有人希望火災發生 齁 齁 不分黨派 天地同杯 齁 那根據內政部不動產 資訊平台的統計齁 齁 我們的屋齡啊 超過三十年以上 有四百三十六萬棟 四百三十六萬戶齁 齁 那媒體報導內政部 跟高雄市政府 說高雄 城中城 欠缺就是管理委員會 以至於啊 疏於維護 齁 是史上眾多的主因之一啦 那問題是高雄城中城的住戶 弱勢啊 不在少數 齁 那也缺乏能力 來改善維護 也沒有能力 來重建或都根啦 複雜的產權問題齁 住戶齁 真的是無力處理啦 那重建都根聽來只是齁 講實在話 煙邊的彩虹啦 齁 遙不可及啦 齁 那我想 蔡總統 他執政後 內政部營建署的預算 我特別去給他瞭解 106年齁 推動福島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經會齁 106年啦 106年齁 只有編15萬而已啦 15萬啦 齁 111年 委託辦理公寓大廈 以及管理社區維護宣導 齁 以及推動福島等工作的業務會 編多少呢 五萬塊 編五萬塊 不爭 不爭 環檢 我這裡有預算書齁 等一下我拿給你看 齁 你們編的齁 齁 那這樣的經會 你認為 足夠推動嗎 這些老舊公寓大廈 成立管理組織 加速推動老舊公寓大廈 都市更新的意見之整合 對此齁 書院長 和內政部徐部長 齁 你們有沒有什麼看法 呃 公寓委員報告齁 因為 有關福島 這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就是還沒有成立的福島 他們成立 根據我們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55條 他是在地方政府 呃 要去做福島 我們是在這個規定 那我們基本上都做統計查核 所以 我們如果 議員說這個經費不夠 我們再來想辦法 議員來幫我們支持 106、110 我這裡有 中央的預算書 資料我等一下可以給你 沒有不對 委員你說的沒有不對 真的是這樣子 這齁 主要是因為這個地方政府 因為這個法律規定就是 地方 直轄縣市 各級政府 他們去做相關的福島 我們是查核 那假如不夠 我們現在想辦法看看 我們來政家 議員來支持 我們來 謝謝林委員 繼續請 繼續 林楚音委員 之主請 以書院提出 請行政院 書院答覆 並列入紀錄 陳端公報 接著請 讓評論